就是让我们人生不同的悲苦中 去经历耶稣带来的盼望 能力 关注和拯救 弟兄姐妹平安 圣诞节过去了 我不知道这次的圣诞节您有什么感受 但是我看到世界新闻 地方新闻 我常常看见的是世界有苦难 所以让我们想一想 耶稣降生在地上 又给这个苦难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最直接思想的方法 那就是透过圣经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26节开始 那边记载了一个非常苦难的人 那个人住在格拉森 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 我相信在被鬼附之前 他是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 维护了他之后呢 他就开始不穿衣服了 铁链锁着他 他也挣脱了铁链 可见他力大无穷 于是就住在旷野 最后就住在坟墓之中 犹太人的坟墓跟我们华人不同 他们的坟墓是一个坟穴 一个山洞 尸体放进去 那么这个可怜人 就是这样赤身露体地 住在那种坟穴里面 当然没有人敢接近他 因为他也力大无穷 当然也大家都害怕 而他自己的人生 就完全被隔离 扭曲 绝望了 这位绝望的人 悲苦的人 直到耶稣来到那个地方 耶稣把鬼赶走了 这个鬼很不得了 圣经说 这个鬼有个名字叫群 因为好多个鬼 耶稣把他赶走之后 这个人就恢复了正常 耶稣说 你就回去你的家里 为你的家人 为你的亲戚做见证 这个人的人生完全改变 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 都好像这个悲苦的人 这么可怜 被鬼赴等等 这是一个典型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有不同的困境 有的是财务上的 有的是人际关系的 有的是妇女 母子 有的是殷亲或者健康的威胁 或者是对前途茫茫 完全绝望 虽然不是鬼父了 不过的确这些的问题 就好像那个人的铁链一样 捆绑着我们 是吗 耶稣来到世上 圣诞节带来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人生不同的悲苦中 去经历耶稣带来的盼望 能力 关注和拯救 下面这首诗歌《生命路程》 真的很实际地描述了 人生不同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 耶稣怎么样改变 怎么样带来的盼望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把真实人生 各个层面说得很清楚 让我们一边听 一边存着感恩的心 感谢主带领我们经历了这些 也带着一个祷告的心 为你身边有这样困难和需要的人 听诗歌的时候为他祷告 让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拯救和释放 进到更多人的人心中 进到更多人的人生里面 愿神祝福你 经历这个得释放的人生 也成为帮助别人 经历耶稣释放的能力的人生 平安 愿神道路 主分喜超出 接近订阳 分祝祝祝祖 愿祝祝祝祝祝祝祖 祝祖祝祝祝祝祝祝祝祷粉 不敢做此相 我固件轻轻摇之处 悲恨共光多多之中 我从他与无理无相 能复看见我主内容 主神老虎有伤不众 黄黄无辜无海东 忧愁同样若离心里 救助之爱总不耽松 奉主之灵被水几了 任前我主自然与心 dialogues这世全打议 神老虎有将笠 祝福教导法 为止是天空无敌门 举主愿望长明长见 也道皆相不为人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